真的不能只靠 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买的是使用体验 它对我带来的好处 不是买它的规格 你想看那个 就比如说音响发烧油好了 就我这音响好得不得了 哇 都是最棒的这个真空管 如何 但听起来效果不好 那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那再回到你刚刚讲 它实测台阶的三奈米 是不是真的能提供能效 这只是单一的一个意见之外 还有就是在测试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的 我们叫场景是不一样的 它在什么样情况测试 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 我们讲说一般人使用 我是在走路 还是在跑步 是在开车 还是在高铁上 这速度都不一样 对不对 我在都市当中 这个附近的这个机体台 多还是少 但是旷野之中 这各种各种的scenario 就这个场景都不一样 它的效能是不是怎么样 那基本上 我是相信台积电 自己做出来的产品 它宣称的这个提高效能 我觉得是可信的 因为根据台积电过去 台积电自己本身的 这个公司的信念 就是ICIC 第一个I就integrity 就是诚信 第二个是 这个customer 就commitment对客户的 最后一个C也是 customer的这个承诺 对客户的这个服务 所以看起来 我不太认为说 台积电自己宣称的 会经过这么一个YouTube 就把它整个推翻 我觉得那是不太可能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 再多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 大家使用之后 因为现在开始开卖了 马上各种各种实测 跟真正的实用体验 很快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最后 还是要取决于 我用这样子的价钱 买到像刚刚不是讲 性价比对不对 由那个概念来看 我买到了是不是值得划得来呢 老师我进一步的多为您一点 就是说依照这个晶片 它不断的优化 就台积电来讲 逻辑上的话 应该它要做更好的晶片 白话一点就是 你越好的晶片 其实你应该要提高 越高的效能 包括像散热 包括像是这个 它的运算力 耗电等等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照这个YouTuber 所实际测评的 他说反而现在设计出来的 能耗是有点高的 这部分的话你怎么看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的indicator 很多的指标 它只提其中一种 而且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 这个所以不能完全做准 而且我之前来的节目也讲过 现在我们讲几奈米 几奈米已经不完全是 技术上的指标 它已经变成一个行销上的指标 已经跟原来摩尔定律 其实摩尔定律原来制定的 不是几奈米 是在单位面积之内的 电晶体的数字 那如果按照那个标准来讲 现在讲几奈米 没有那么那么标准 所以我们不要死守了一个几奈米 因为四奈米就一定比 三奈米差一点 七奈米就一定比五奈米差一点 其实不见得 要它的电晶体数字 再加上所有其他的条件配合 尤其手机 不是只有一颗SoC 还有很重要的 我们上谈过机屏 跟它的RF的这个模组 对不对 无线通讯模组 这些要通通加起来 整体的效果 能够达到我的符合 而且价钱又合一 这才是最重要的